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是在时间里面醒酒的人 你一直往前走的时候 不会看到那么多不重要的东西 经常出去都会周围去看东西 看到什么东西喜欢就收起来 就会变成我作品的一部分 我不只是认识了这个东西 我还认识了做这个东西的人 我从认识的人里面 又开始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我就把它长成我的作品 甚至长成一种方法 我觉得伦敦是一个 在我这个阶段很重要的地方 全世界最强的服装设计都应该在伦敦 我们来到这边就是一个教授 所以我做吉塞尔也很大胆 吉塞尔我觉得是很大比我目前的状态 阿克拉也是我小剑的天才 我要他控制题目的能力超强 他的动作很快 力度要很强 他的力度是来决定我 这个东西是跟我完全一致 他能处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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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会必须 他能处理一下 他能处理一下 你学习的时候 你会做事 你会十分钟 你能处理一下 猜猜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必须跟Term 我必须缺乏很多阶段 它变变更多了解 但我愿意尝试 不应该一样的一种 创新就是越来越接近把新 我现在最有兴趣找的那个新 一定是跟以前有关联的 如果跟其他没关的新是很薄的 非常薄的 就没有力量了 这个创新的物贴 那我可以知道 这个是 杀 Pero 我给大家看 这是 那很乡 我给大家看 我自己听 这就是 这就是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做电影美术不仅是装饰而已 我会很直接地切入故事本身 思考要带给观众什么样的体验 带出什么样的电影语言 如果你是不一样的人 你会看到就会很讨厌 如果你是我的同道中人 你就会很喜欢我 我做美术是做到全人为的 而且做到好戏 那个戏道就是像自然一样 但是你觉得一点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东西跟现实都不一样 我觉得我是懂韵律的人 这个衣服的颜色 从这个颜色到这个颜色 观众看我的衣服的速度 我都能控制 听起里面的清晰度 看到它在动作里面的节奏感 一块布料组织是什么 它怎么飘 多快还是多慢 全都已经是很熟悉的东西 我说我这么帅气 I'm the one that's going to be awesome I'm more famous He was brought up in Hong Kong Worked in Taiwan Got an Oscar Established a studio in Beijing And beyond that, you see Shanghai Lily Who is neither East nor West Who is slightly futuristic Lily最重要是 它可以涵蓋了我所有的一種藝術的模式 它會變成攝影 它會變成video video也是跟我的電影有關 雕塑 然後服裝 對場景的做法 就是整個東西都是 我懂的所有東西可以在莉莉身上 可以做出來 可以小心 我覺得像我們的影子 莉莉的意思不是一個人名 是一個樹木 一個伏樹 無限的樹木 它不斷重複 好像一個頻率 心跳那種 咔咔咔咔咔咔 這樣 我現在想確定它是在一個不成熟的 就還沒有想法的時候 但是也不是一個小孩子 可是它還沒有見解的 對這個世界 最初是在做雕塑 做一個跟我們真人大小的 它是全身裸體的 它就是一直流著眼淚 把它裝置在一個黑暗的房間 就是你進去這個房間 只有它是跟你同時存在 所以它的眼淚會引發我們很多回憶 我希望做一些雕塑是跟人有關的 而且這個定義不是那麼刻板的 你就會把情感撈進去 到歷里的時候 就是說我要有一個東西可以讓我 重新進入這個世界 然後把這個跟人交流 那個東西更廣大 通過它去到我想去的地方 回到我們的世界裡面去 它改變了我們對這個世界觀看的方法 它就是時空裡面的一分子 它不會跳出來 我一直在用這個方法 穿越了非常多不同的時間 我就記錄這個 雅明看我最新的印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個戰場很悲傷的土地 二小女孩 同樣是在這片土地上 大家聽到一百年 小女孩 还在住在那边 莉莉等于是一个外来的女孩子 要到那个城市 他们两个人看到城市的两种感觉 他们会慢慢走到战争的回忆里面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感动一点 就是说他福音间 十一公尺消失的 但是他里面所有东西都在 大家都是平等的 福音间我会要什么形容 他不提供你前后的时间点 甚至我会把十年前跟一个人拍的照片 到十年后一个小孩子 从他小到大 就两个照片我会拼在一起 这个时间也没有分别 因为他的脸是不会变 因为我希望他能够知道 什么意思是他能够得到每个照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定要找一种方法去改变 如果你是还停留在自己以前的状态 欣赏它 美化它 那就是你还没有那么好 你也没有那么努力 我们现在在做访问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就是我会把我自己最真的一面呈现出来 这边我也会轻松很多 因为每次把最真的一面呈现出来之后 你就觉得好舒服 哈哈哈哈哈哈 尝试了一个走动人 明天展览就开幕了 你也没有什么想说的 在这个时候 起床睡觉 哈哈哈哈 应该没有什么准备得到很好 有一位在日本工作的陈先生 是点这首歌 小时候 我记得妹妹讨厌的绿色 那种特别的绿色 叫鸭市绿 我记得街角五光十色的雜货店 影照着对面巨大的招牌 颜色 每一个早上 当神光初现 斜斜照亮了这些景象 阴暗的黑影 与鲜明的色彩 一切疊人 老海 今天 已无法寻回 那个地方的细节 因为 一切都已改变 上司 凝固某个颜色 使他不再是 一个名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